现在朋友们看到我们采摘的是在楼顶菜园种的这一池是黄瓜 朋友们好,欢迎来到三妹夫妇的楼顶菜园,我是三妹 跟我一起采摘的是我的公公,87岁了 我们种有两个品种的这个黄瓜 这种是短一点,刚才采摘那种是长一点的 这种是水果黄瓜 三月份种,从四月份开始有采摘,一直摘到现在的六月份 每天这个黄瓜的话,多到吃不完,产量高,采摘期也比较长 黄瓜,我们这里叫青瓜,不知道朋友们那里是不是叫青瓜或者是叫黄瓜呢 欢迎在评论期告诉我,你们是叫青瓜还是叫黄瓜呢 另外我们这一边还种有一匙黄瓜的另外一个品种是水果黄瓜 这种比较短一点的 就是进入五月份的话,它就是采摘的高峰了 两三天就可以采摘一大篮,根本就吃不完 就是春天种到夏天就是五月份开始 就正入盛产期,根本就吃不完了这些瓜多 我们都是采用有机肥来种植 长龟水来临 纯有机种植没用过化肥,口感非常的好 病虫害的防治采用生物菌制以来防治,没用过农药 吃来安心也很放心 这个长条的这种黄瓜是三月份开始套种在这个玻璃生菜里面 而这个水果黄瓜的话是三月底 比那个长条的黄瓜的话持种了两个星期 这个不是套种啊 那这种长条的黄瓜到四月中心就开始有采摘 刚开始采摘的时候苗不是很壮 所以没有这么大条也没有这么长的瓜 慢慢的苗越来越壮 采摘了几次之后呢 这个瓜会越来越长,越来越大条了 它会越长越好的 这个水果黄瓜四月下旬也开始有采摘了 一开始也是产量不多 但是你摘过两三遍之后 它慢慢的也是越长越多的 所以两个品种的黄瓜都是这样 你看越长越高这些苗也越长越壮 林的肥水越来越多 你看这个两种的黄瓜都 两个品种的黄瓜都是越长越多了 而且这个瓜苗呢也越长越壮 就是到五月中心就正入了这个盛产区 两天左右吧就采摘一次 就基本上是吃不完了 这种的越长越大条 水果黄瓜跟那个长条的这种黄瓜 产量都非常高 采摘期也长 一直从四月份采摘到六月中下旬 你看现在的话 到六月下旬基本上是接近尾声了 也吃了两三个月 所以采摘期长又比较风产 还是值得种的 朋友们喜欢种这两个品种的黄瓜吗 欢迎在评论区交流分享 学习种养技术 关注三昧夫妇 如果觉得三昧的分享不错的话 记得点赞和关注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